哈囉我是烏龜 我們來看一下幾場部落戰進攻 第一場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由柯柯他所帶來的進攻 柯柯他用的部隊配置是工程車藍胖野豬 他先在靠近九點外側的地方 用法師還有哥布林來幫忙斷邊 然後再靠近六點的這一側 先下來一隻黑胖扛住火力之後 後面一樣是用哥布林來幫忙清掉外側的水庫 把六點外圍的建築物也清掉了之後 他在大約七八點的中間下出了工程車 然後後面跟上了雙王 在補上了法師幫忙把外圍的建築物打掉之後 讓工程車直接開牆進去 然後雙王以及後面下出來的藍胖 就會通通都跟進去了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 丟了一罐毒藥法術之後 馬上就開蠻王的技能殺掉對方的女王 並且在補上一罐狂暴法術 同時用冰凍法術把旁邊的X母跟火塔先動住 因為我們帶的前戲部隊不多 所以其實可以幫忙打掉的建築物也不算多 但是重點都已經清掉了 已經殺掉對方的女王 並且解決對方的援軍 同時還帶走了一座炸彈塔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野豬部隊就進場了 第一批野豬是從五六點的外側下進來 第二批是從大約三點鐘的位置下進來 那第一罐補血法術就是下在我們的野豬 準備要聚堆的這個位置 這邊有對方的兩座法師塔以及大空格在這裡 所以補血法術千萬不能省 都有直接先丟下去 接下來在我們的野豬行進路線上 看起來還會碰到很多的大空格 所以在這邊繼續的丟補血法術 在十二點的外側有一座劍塔在這裡 手上已經沒有剩下野豬了 所以柯柯丟了一顆黑球想要把它解決掉 結果這顆黑球也沒有辦法達成任務 所以必須要讓我們的野豬 等一下再回過頭來打這座劍塔了 可能會花掉比較多的時間 現在我們已經將手上的所有補血法術 通通都用掉了 但是對方還剩下一座法師塔 在靠近九點內側的這個位置 還好我們的野豬沒有聚在一起 被對方的這座法師塔攻擊 所以最後我們的野豬可以順利的把法師塔拆掉 現在只需要拆掉十二點的這座劍塔 就可以開始收尾了 不曉得有沒有人注意到這場進攻 柯柯用的援軍是五神 而不是藍胖 五神除了可以快速秒掉核心的建築物之外 同時也能留下一條明確的路線 讓我們的野豬部隊繞圈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場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 接下來這場是由蕭邦他所帶來的天使雙胖野豬流 他先在兩點與四點外側的兩座水罐的地方 下出蒼蠅在這邊是反空盲區 可以直接把這兩座水罐打掉 然後用黑球先打掉對方的一座炸彈塔 接著就只剩下三點外側這邊有幾座金庫 是血量很高的需要清掉了 在這邊他選擇在三點外側的地方 直接下出了黑胖 讓黑胖卡牆 然後後面跟上了天使 接著是用法師 再配合五神還有蠻王 要幫忙處理掉三點外側這邊的建築物 工程車從三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來 也幫忙打掉了一座金庫 接下來工程車準備要開牆進去 現在女王也已經下出來了 城牆打開來了之後 要趕快去解決掉對方的第一座火箭 這樣子我們的天使才能夠存活下來 繼續保護我們的雙胖部隊往前推進 現在對方的城堡援軍被引出來 在這邊下了毒藥 可以同時毒到援軍還有對方的女王 同時下了一罐冰凍法術 在這邊下了第一罐狂暴 我們的藍胖已經準備要下車了 在陣型最中間的地方 其實我們的黑胖部隊沒有趕進去 那據蕭邦所說 他的這一罐補血法術是下錯了 他原本是想要丟狂暴的 但是卻丟成了補血 但是我覺得這邊其實是陰錯陽差 這樣子反而比較好 因為剛剛天使並沒有跟到陣型中間的藍胖部隊 而是在補後面的黑胖部隊 所以在陣型中間如果沒有下補血法術的話 他的藍胖很有可能就在陣型中間全部死掉了 現在他是等到雙胖部隊卡牆的時候 才把第二罐狂暴法術丟下去 那野豬部隊剛剛就已經從五六點的地方開始進場 然後順時針的準備要繞到九點 再往十二點的方向前進 當然在九點的這個位置 是丟下了一罐補血法術 保護我們巨隊的野豬群 女王跟我們的部隊脫離了之後 是解決掉了對方的最後一座防空火箭 確定我們的天使應該是可以順利的存活到最後 女王被對方的X弩黏上的時候也開了技能 順利的讓對方的X弩重新鎖定到我們的野豬部隊身上 最後野豬剩下來的數量非常多 還有天使存活下來 然後雙王跟黑胖以及法師一同幫忙收尾 拿下了這個石粉陣型的三星 使用的配置是天使雙胖野豬流 非常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的進攻 最後一場是由黑輪他所帶來的石頭工程車藍胖野豬流 他先在靠近十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一顆石頭 後面跟上了一排法師 準備要讓這顆石頭扛住火力 然後讓法師把十點外側這邊所有的建築物全部都清乾淨 接著在九點外側的地方黑輪他也用法師把外圍的建築物打掉了 然後就準備在九點外側下出工程車 後面跟上的是雙王還有藍胖 現在看起來外圍的建築物已經清得非常的乾淨了 等到工程車開進去之後我們的雙王藍胖應該是不會走歪 全部會跟在車子的後面走進去 現在被對方的單體火塔黏上 然後將對方的大小龍引出來 在這邊下了一罐冰凍法術打斷對方火塔的攻擊 還動住了對方的寶寶龍 工程車漂亮的推掉了對方的這座火塔 但是現在下車的藍胖沒有吃到狂暴法術 而且女王離有我們的蠻王藍胖部隊有一段距離 所以就算我們丟了一罐毒藥法術 我們的女王也沒有辦法及時跟上來 趕快把對方的大小龍援軍解決掉 最後我們的藍胖是幾乎沒有打掉什麼東西 就直接全部死光了 有一點點的可惜 下半場就換野豬部隊上場了 野豬是從大約靠近六點鐘的位置 開始一小隊一小隊的逆時鐘點放進來 我們留給野豬用的補血法術一共有四個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多 但是對方的陣型裡面有非常多大的空格 可能藏有大炸彈 所以我們的補血法術必須要很小心的使用 在靠近對方很有可能藏有大炸彈的位置 最好是預先就將補血法術丟下來了 最後一罐補血法術黑輪看起來是想要 把他留到12點X弩的地方使用 因為旁邊有很多的空間看起來可能藏有大炸彈 結果沒有想到我們的野豬部隊 在面對對方的最後一座法師塔的時候 就直接踩到了一個大炸彈了 所以這罐補血法術就不可以留了 第一時間馬上就要丟下去保護我們的野豬部隊 否則如果我們的野豬被對方的法師塔 還有大炸彈秒掉的話就糟糕了 接下來進入收尾時間 除了寶寶龍跟女王之外 野豬部隊存活的數量很多 所以絕對不會有時間上的壓力 非常精彩的一場十本三星進攻 用野豬當主力真的是現在十本蠻容易上手 而且成功率很高的打法 今天分享的幾場野豬流的進攻 分別在援軍還有前戲部隊上 都有不一樣的變化 供各位做參考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九本以上的活躍玩家們可以加入我們 現在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密語 通關密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拜拜